果然又是错杀啊 昨天中错7%的市新 今天可是大涨超过了6% 另外你看像这个创意啦 M31啦 还有这个力旺 通通这个回文转强了 库存条丸的发哥 今天大涨了2% 带领IC设计全体往上攻 就连股王信华都上涨了4.2% 另外还有别忘了大人哥分享的心通 今天是亮灯涨停了 但是所有的粉丝朋友都还在担心 大人哥 这个美国的新晶片禁令还是存在 对于行情会不会有什么影响呢 大人哥 好那我想不用担心 因为我们已经帮黄仁勋找到解放了 请看今天节目 均线深多空买点定吉凶 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10月19号 星期四的忍者无敌古魔力 我是主持人德宇 赶紧欢迎操盘七世的创始人 摩尔头顾陈坤仁分析师 大人哥你好 德宇好大家好 哇大人哥 今天台北股市可以说是 雅股第一强哦 不过呢 最近大家讨论的焦点 还是围绕在这个美国新晶出的 这个AI晶片禁令上头 你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说 别担心你已经帮黄仁勋找好了解放 到底是什么呢大人哥 好德宇好大家好 我们先看一下今天大盘 中场上涨了11.8点 那这个我叫做是余计有存 因为你看到今天就是一个开低 然后震荡震啊震的话 好不容易收红了 结果成交量却只有2502亿元 因为你看到的一个状况是 大盘虽然收红 台积电虽然撑住了 发哥虽然撑住了 然后呢信华算不错 上涨了4%多了 但是你看这是 尾创好不容易在尾盘翻红了 结果呢广达却是一个 还在收黑的过程之中 所以这些相关的公司跟个股 能不能赶快回稳 赶快去做一个上工 对后续的代开股大盘 一定有它的帮助 所以我们先讲另外一个重点 那行情的部分 待会跟大家做说明 第一个重点就是说 我在这段时间 行情在震荡的过程之中的话 我们把我们自己的团队会员的 投资周报分享给大家 对 那你有看到我们里面的内容吗 像这个礼拜 我会没有特别跟大家说到的 IC设计很重要啊 大盘在震荡的过程 大盘在下刹的过程之中 如果有IC设计 包含发哥也好 包含像是信华 甚至像是世新KY出来比价都好 对大盘就有它的回稳的效果 或者我也跟大家提醒到了 这个星期有很重要的是台积电的 法说会 就在今天下午 待会就要召开 那台积电会讲出什么方向 我也跟大家说过了 现在市场在关注的是 你台积电要报什么名牌啊 我来赶快跟一下 然后呢 我们就帮大家点出来一些个股嘛 比方说你看星通 底部整理转强的 然后呢 就在我们的 这周的投资周报里面的现行转强 然后它也是 对 然后它也是矽光子的概念股 我跟你说就是概念股 它没有基本面没有数字的啦 但是有概念 今天就涨停了 对啊 然后呢 那个我还是在跟你讲 像创威这种的也是一样 就是概念股 就是题材股 就不是基本面 但是它一样涨4%多给你看 然后呢 这些股票的话就在 行情在震荡的过程之中 这是世新KY待会再跟大家做说明 然后这是创威嘛 然后你就发现说 怎么行情好像在震荡 可是这些股票 却跟行情无相关 那讯新的话挑战 几乎要挑战前高 今天上涨了2.68% 那主要的原因的话 就是我跟你说到的 现在目前的行情 如果你单看指数 或者你单看一些很恐怖的 利空新闻的话 会一直一直一直不断的发生 那但是你只要坚定一个信念 就是说你要认清楚 它到底叫做是错杀 还叫做是争叠 还是叫做是 这是蹲下来给你去做换骨 去做逢低进场的好机会啊 所以在我们周报里面 都有跟大家去做相关的分享 所以第一件事情的话 你可以把我们周报 先把它下载回去 那我这也跟大家说过了 没有盖牌啊 我完全不盖牌 LINEET先加起来 对 把我的LINEET把它加起来 然后呢 就是右上角的那个记事本 或者你直接点那个小房子 有没有 然后点下去之后的话 你去找一下在10月15号 就是每个礼拜天 很难得还有礼拜天 给你发这么多认真信息的 这种LINEET频道啦 所以在礼拜天 你会找到大人哥投资周报 然后呢 你可以把它下载回去 你把它点开来之后的话 你会发现说 就是我们这礼拜跟大家讲的 行情的方向 跟选股的方向 那如果你下载回去的话 你觉得对你有帮助 欢迎你把它分享给你的好朋友们 然后呢 也给我们一些鼓励支持 就是可以帮我按赞 那让我知道你喜欢这份周报 然后呢 让我知道我分享出来是有意义的 否则我之后就关掉 回归到我自己的 不要气扑扑 但是现在行情真的是震荡的 那我很就是 反正我就很愿意 跟我们的粉丝们 来去做一个相关的分享 所以这次在节目刚开始 我先跟你讲一个重点 我们节目有很多很多的重点 你就继续听下去 好 第二个重点是什么 刚刚德宇问到我的问题 就是说呢 如果AI禁令继续发酵的话怎么办 对啊 然后呢 你有没有看到我昨天晚上的时候 在我们的Lineat里面 有跟大家讲到什么重点 来 你有没有发现这是昨天的 那个一样哦 绝对都有图有真相 你可以去找 这是昨天我们的古魔力的盘后解盘 那另外的话 你会看到期货的解盘是聚保期 我会在下半段的节目里面 跟大家做分享 那连结我也一样分享给大家 昨天就是压低结算 压低结算我们的空单 我就趁你这样压低结算啊 我就是吃你豆腐啊 我们昨天的空单的话 一口那个空单 短波的空单 我可以赚260点 那就是因为你要压低 我就知道你要压低 你要压低我就做空 我就放空就赚钱 下半段节目更精彩 你要记得把它看回去 来 回归到我昨天说的 昨天讲到你看是不是像 AI的族群的话 他们就是因为多杀多 融资也要断头 然后呢 那个被动的基金他们也要卖出 然后呢就被人家吃豆腐 然后呢就在那边杀 然后洗筹码 这是我说的你看 伪创跟广达杀很大 可是我跟你说的是 世新跟创意更迭 它就是一个错杀的抄叠 所以你要好好把握 那个所谓的错杀抄叠 难得这种蹲低的机会给你看 结果今天的世新是不是涨6%多 那这都是昨天的节目的内容 那如果你再往下看下去的话 你会发现说 我把它放大给你看 好 来 我把它放大给你看 你会发现说 刚刚 那个新闻媒体去采访黄仁勋的时候 他就问他说 那你AI经理怎么办啊 然后结果黄仁勋跟他讲说 那个就几百页的那个报告 我还没有看啊 不用担心 不用担心 我说过了 我们其实已经是 充分研究那个报告的内容 而且帮黄仁勋找出方法 对 找出方法出来了 叫什么 来 这个 画面要切回来 好 昨天其实我们就看到这份禁令了 然后呢 这份禁令的话 其实我等一下也给你看内容 然后我就跟你讲说 来 昨天已经有跟法人朋友去 交流这一次的AI经理的看法了 其实 大家都觉得这就要错杀抄疊 所以我们正在等 这所谓的守稳的机会 来 因为为什么呢 第一件事情叫做是什么 30天后生效啊 这个时间点的话 还没有生效的时候 快买啊 快囤啊 给你缓冲其事 对啊 怕什么对不对 所以我不晓得 我很老实说 我不知道这个是 美国官方那边的漏洞 还是 还是怎么 还是他有 原本就不想要做这么大 不知道 反正第一件事情的话 先囤 先第一件事情囤货 然后呢 第二件事情的话是 他这份禁令 他里面讲到的 那个检视的内容的话是 每年检视一次 如果你回答 再给我弄一个什么 那个不合规的东西的话 我就把你禁掉 我就定期给你检视 每年检视给一次 听起来很恐怖对不对 但其实一点都不恐怖 为什么 因为你每年检视一次啊 所以我现在好没关系啊 我L40S被崩掉对不对 没关系啊 我再弄个L38S可不可以 我就每年出一颗新的就好 对啊 我就出一颗 绕过你那个禁令的可不可以 对啊 我这边绕过一颗 可以就可以啦 我就继续做你中国生意啊 刚刚那个黄文勋就讲说 我们还是有客户在中国的啊 我们还是有因应客户的需求啊 你去听 他就这样讲 他找到解放了啊 他只是在这边跟你吃 吃夜市 然后记者在那边 跟着他那边去跑跑跑跑的啊 那就是他行销的一个角度 可是我们在做的事情 是我们很务实的跟你讲这些 这些会发生的事情 而且发生的事情 就像你看就是昨天 我就跟你 这是昨天的影片对不对 这是昨天的古魔力 10月18号 我们特别去把那个 灰达去说申报文件把它找出来 然后原本原本其实之前 以为L40S不会被封掉 结果也被封掉了 可是很恐怖吗 不恐怖 这一点都不恐怖 即使L40不能卖 没关系嘛 再卖别的啊 然后呢 黄文勋讲说那个什么 不是有 我还是尊称他一下 黄文勋执行长好了 因为毕竟他真的是那个 很伟大很伟大的 AI的教父 来 这是什么 太小了 给你放大一点你看 这一份的话是 美国商务部的禁令 这里还有那个大大的Logo 美国的那个国会之类的 然后这边的话是 有没有看到 夜数有酒夜 好这不是不是完准版哦 这叫酒夜的那个禁令 然后他里面跟你讲说实体清单有哪些 然后你如果想要练英文的话 你去把它下载回去看 我可以把它放在我的lite 你有需要的话 你回去下载看 好 这里面有讲到像什么避刃 然后什么什么摩尔那个县城吧 他就把那个实体清单把它放进去了 这是第一份 然后再来的话第二份看到吗 141页 好 这里 我这边没法放大给你看 141页 他跟你讲规格是什么 禁令在哪里 通通都在这边 然后呢 还不打几 9加141等于是150 150 对不对 再给你看 这张 这是多少 几页 2 9 5 你自己去看 我骗你我随便你 那400多页的报告啊 我等一下把它放在我的lite 你去下载回去 你要练英文的人去看 OK 好 但是我跟你讲 我们就真的把它去把它看完了 法人圈都已经研究完毕了 所以我们才敢跟你讲啊 我才敢跟你讲啊 我昨天晚上才敢我的 才敢在我的lite告诉你 他就是一次的错杀 有没有 嗯 这这这这 然后呢 我也跟你说了 因为这两件事情的关系 所以其实就可以继续说生意啊 然后你就发现有没有 有没有突然 好像发现说 我今天早上看到工商时报的头版头条的时候 是不是也发现 一样的这个讲法了呢 好像哦 对对对 我给他看一下哈 给你看这是什么 看一下今天的头版 来 有图有真相 我骗你我随便你 这是今天的工商时报的头版头条 灰达晶片进销中国大陆 AI多杀多 然后呢 他这里跟你讲到的是 确定 我昨天就跟你讲过了 真的确定L40S也被封掉了啊 嗯 但是呢你没有看到这边有一个 有一个角落这边 他跟你讲什么 那个 来 内外之看 美晶片禁令对台股的影响 有四好 第一好是什么 灰达可能推出降规产品因应市场需求 不就我讲的 不就我昨天晚上跟你讲的 他降规绕过去继续卖啊 所以你知道了嘛 就是新闻都来喜欢来跟我们问问题 都来喜欢跟我们抄答案 然后呢 他们就可以很轻松的给你放在工商时报的头版头条 搞不好他也有订阅我们的频道喔 对 比较快喔 没有 其实蛮多的记者朋友来跟我们问这些问题 然后另外的话你看有没有 有三坏是什么坏 高股息的ETF 调节持股压力沉重 孔 调 降 减码 广达 伟创 音业达 技嘉 人保 这些权重 不就是都我们讲的 对啊 都是人跟你讲的啊 对啊 不就是这些内容 就是刚好在这两天发生了 可是你发现 这两天发生之后的话 好啊 有很严重吗 然后呢 我们回回到台股大盘好了 嗯 来来来来来 今天的台股大盘 不是就你刚刚看到的吗 中场上涨的 11点 成交量缩到2500亿左右 所以这边就是在止跌 等待一个比较有机会的契机 那我刚刚在盘中的时候也跟大家分享过 其实你就是关注好台积电的法说会嘛 那刚刚德宇也跟我讲说 你看台积电他刚刚在公布 就在开法说会的时候 也讲说 没有啊 我们没有调降资本支出啊 我告诉你 即使调降 也只是利空来去做测试 更何况他根本说没有 所以他就告诉你了 现在这个时间点已经回归到 维稳 走向一个复苏的过程之中 所以这是现在目前的半导体的看法 这也是现在目前这个时间点叫Q4 Q4就是叫做是 你不用再管上半年的第一季第二季第三季有多差 我现在就告诉你说明年我在看有多好 所以这就是利空测试 利空出镜 利空顿化 我永远会告诉你有一堆的利空 可不用怕啊 因为这边就是告诉你 反正如果真的封了你一条路 我再找别的路来走就好了 回答这样告诉你的 好 虽然黄神勋还在那边吃夜市美食 但是其实他已经知道方法了 所以其实也不用我讲 因为他们一定有这种坚强的研究团队 一定能够找到出路的 好 所以回归到今天的大盘 你有发现吗 其实今天的大盘的话 那个虽然好像只有小涨了11点 对不对 那也如同我们最近跟大家讲到的 来 我先看几档个股 来来来 第一个个股的话 讯星我们昨天 我刚才已经看到了 然后呢3025的行通也看到了 因为这就是气光子的概念 所以概念的话你就是 回归基本面的过程中 你自己留意那个买卖点 那但是呢 真正有基本面的是谁 给你看 366647KY 我昨天有没有跟你讲 再次重申 他就是美中晶片禁令的受惠者 受惠股 不是受害股 因为我告诉你 如果灰达的晶片被禁掉了 或者是说有一些 所谓的要发展AI的公司 他们不想要花那么贵的钱 去买灰达的AI伺服器的话 可不可以客制化晶片 可以啊 可不可以 对啊可不可以因为他自己的需求 去找台积电 然后呢去研发所属自己的晶片 可以啊 那要谁 那要四星KY啊 所以我告诉你在AI发展的过程之中 那个四星他绝对是受惠者 所以他今天 就直接涨6%多给你看 他这一次回测的跌破月线回测季线的过程之中 好像看起来季线不愿意给跌破 因为我告诉你下面有多少的资金等着买 那这种资金也绝对不是一般散户的资金 因为一般散户可以啦 买四星KY可以买零股啦 可是今天收2600块 一张四星 要260万你买看看 那我不是说你能不能买 而是说真的有更大的资金在买 这些股票啊 信华 信华今天涨4%多啊 2895块 一张要289万啊 所以你在怕的时候 法人在等着低接买你的股票 这就是现在目前的法人的看法 因为我们在看的事情是 前面的三个季度全部都管他的 烂透都没关系 因为接下来要做梦了 接下来要喊明年了 接下来要看景气展望复苏了 我告诉你甚至现在的 现在目前市场上的法人在看的一件事情是 美国根本不会转着陆 他根本不会着陆 不需要着陆 他经济情绪强得很 只是现在这个时间点 要是大家都还在怕所谓的要升息了 或者说这个时间点大家在怕说 那个殖利率怎么那么高 那个战争怎么还在打啊 然后呢 可是我告诉你 到目前为止的状况 今天晚上包尔也要讲话了 那他讲完话之后 就会到所谓的监末期 就不能再讲了 对 然后到11月不升息 12月不升息 明年怎么年中 就是中间的中 开始降息 然后我告诉你 他真的等到明年年中降息的时候 那时候的股票已经涨半天了 因为等市场全部都知道 不着陆 不用着陆啊 然后呢 怎么怎么发现说大家都不飙高高的 因为现在才是最适合进场 逢低承接的点位 第四季 传统旺季 做梦行情 今天还有 今年还有选举行情 所以这都是我们跟大家讲过的观念中的观念 那 那当然你看因为信华的回稳的关系 或者是说你看发哥有没有 嗯 我有跟你说过的啊 复纯条文的发哥 对啊 对啊 这个793块这条线 我不是也画给他看很多次了 这里 然后呢 是不是就是一个整个代单 啊 是不是又一个顺水推舟 创高拉回测支撑再往上走 这就是标准的 就是我们所说到的 就是操盘其实是告诉你的啊 你在这边去做一个操作的话 老实说 他就是一个比较属于没有执行效益的过程 可是 如果你看到一档个股是这样转向上的过程的话 那你就要好好留意他接下来的这种所谓的 那个带动 带动整个族群 IC设计也好 然后呢 他自己也好 然后呢 库存调完之后的话 其实也会带动台股 所以我说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周报里面讲 就是 这个礼拜 有这么样的重要的讯息 台积电 联发科 然后呢信华跟世新 不是取高贺寡 而是 关盘重点 就在这里 所以Nite把它加起来 好 那我刚刚还有说到的是 恐怕AI这边的话 还是需要用 我这样讲 跌出投资价值 可是筹码面的部分的话 还是需要去做一个洗盘 那为什么这样说 其实我也说过很多次了 你可以回去看我们之前的 YouTube影片 我也给你直接抓出来好了 来 这是我们之前说过的 9月19号我就讲过了 我说 目前的高股息 这些被动式的ETF 他们会有 绝对会有所谓的 助涨跟助跌的效果啊 回去看一下我们内容 被动基金买的时候 他就会助涨 然后呢被动卖出的时候 他就会助跌 这是9月19号的时候 跟大家说过的 那我也说过了 我们这边讲完之后 怎么就有其他人 来跟我问一样的问题 所以我也去了 非凡前线百分百 去讲一模一样的内容 有没有 这边助涨助跌的内容 都是一模一样的 那你也会看到 现在呢 我告诉你啦 连外资都在吃被动基金的豆腐 你知道吗 给你看一个数字就知道 这里 这是00878 00878最近谁卖的凶 好奇怪喔 怎么从这边高点开始 竟然这是谁在卖 外资 外资 然后呢到昨天 到昨天的时候 在破底的过程之中的话 怎么外资还在卖这些股票 为什么要卖这个ETF 原因就是因为 他就是要 卖00878 然后呢让你 00878 不得不把 那个什么伪创也好 技嘉也好 他们把他给他卖出来 然后呢 卖到低点之后 他们逢低去捞股票 难怪他到买伪创5万多张 所以这就是这样子 跟大家讲过这样的观念 对啊 所以你要看伪创的原因就是因为 这里啊 有没有 昨天 对啊 为什么他要砍878 然后结果偷偷的去买那个伪创 就是因为要撈你那个 878吐出来的股票啊 所以这边 让他们去洗一下盘 这边我告诉你 他就是投资价值 那但是这边的话 我也跟你说 什么时候是低点 我就很好 好好的去把握这个低点 因为AI回归到 正常的过程之中 或者是我刚刚前面说到的 台积电 那个联发科 然后呢 那个这些什么世新啦 信华啦 他们只要一回稳了 然后呢行情转强上攻了 那时候就是带来 所谓的挫杀超级的低点 所以真的好好跟你讲 这些内容 你会觉得真的我们节目 跟别人节目是完全 绝对完全不一样的 因为别人跟你人云亦云 我会跟你先定调一些方向 然后呢我会先跟你讲 现在目前的行情 你该掌握的重点在哪里 所以 再次重申 我们真的 真的很希望 你可以在第四季的行情里面 好好检视 你现在目前手上的持股 如果真的有一些比较偏弱势的持股的时候 如果你真的手上有一些 比较需要去做太多换强的一些个股的时候 台积电我觉得算弱势 但是它的受惠股的话 我觉得都是强势股 所以你要好好在这个时间点 在这些强势股蹲下来的时候 然后去换股 换下来的时候 你其实你会发现说 下一次在上涨的过程中 就会你换到新的股票之后 会这些股票才会上涨 之后有一些股票之后 真的不会动 所以你要趁着这个时间点 它会换墙 然后跟着我们一起 逢低弯腰减钻石的话 用LINE 然后用0800 来跟我们做洽群 以上就分享给大家了 手上的持股需要帮助 或者是资金想要跟着大人哥 一起来逢低布局弯腰减钻石 不要客气 免付费的针线电话 0800668085 0800668085 或者是直接把大人哥的LINE加起来了 我们的ID 小老鼠DAREN888 小老鼠DAREN888 直接私讯大人哥咯 感谢你的收看 也再一次谢谢 面面俱到的大人哥 摩尔头顾 陈坤仁分析师 谢谢大人哥 谢谢 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按赞 订阅 分享 开启小铃铛 你就可以第一时间收到 影片的上片通知 要获得最早 最专业的韩式提醒 和更多的精选个股分享 请加我的LINE和Telegram官方帐号 ID是小老鼠DAREN888 谢谢大家 并自负投资风险